记者张群腾苗栗报道,苗栗市圣利里新东街大昌巷,有位听丈夫人每天捡食垃圾及回收屋,堆满两间房子,引发老鼠蟑螂群巨四窜,环境恶臭,邻居院生在岛,苗栗市公所清洁队,今天配合圣利里环保义工前往清除,清除时车次约14公吨垃圾,二车次资源回收屋,环社区住户接近环境空间。 苗栗市公所清洁队长孙春明说,这位年约60岁的听丈夫人每天从各地捡食垃圾及回收屋,拿回家中堆滞,长期下来,垃圾堆满两间透添错,因为家已整理,老鼠及蟑螂四窜,衍生的恶臭,更让周边三十多住户受不了,怨生四起,由于妇人独居,家人又屡劝不听,相当困扰。 苗栗市公所清洁队担心如果引起火灾,恐一发不可收拾,今天会同胜利里长刘英昌夫妇,黄宝一攻击清洁队原始多人进行大清除,清洁队也通知家属到场协助。 因为在展项清除不易,清洁队总计清除初三,五公吨垃圾车,十车次约十四公吨垃圾,二车次资源回收物,至于资源回收物将运往回收厂变卖,所得将交给妇人。 孙春明呼吁年冠将近,请住户利用时间清理,住家环境,不要集中在春节前才清除大量垃圾,造成清洁队工作负荷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